三个月前为了邀请到一位颇具个性的设计师 节目组三顾茅庐费尽心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出我来啦 哎 我的小小姐嗯 嗯 谢谢哎 好有 哒哒 你好这是设计师克里斯的快递请签收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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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为您介绍我们本期的设计师 哎 导演设计师呢 他们堵车堵在路上了 哎呀 哎呀 还得消耗我的内力了 千封大奴一 哦 哦 哦 欢迎 哈哈 这里就是大耳胡同三号 欢迎两位 我已在此功后多时 你们将会共同迎接这次挑战 开门请进吧 哦 哦 哦 好 哎 你好 哎 我想问一下少爷是住在这儿吗 嗯 对我就是 哦 你好 你好 我们是设计师 哈哈哈 不好意思我先到这个啊 好的 一会儿见 设计师走进的这个院子 从整体上看 可以算是一个比较规整的四合院 却被隔成许多间 大概住了六七户人家 哪一户还是少爷家呢 哎 我先把一个放下 好 少爷家总共有三间房 面积加起来四十五平米 第一间房在靠近院门的位置 那这个是我们的房间 好 这个呢 是我和我阿姨还有孩子住的房间 嗯 你跟那个 嗨你好 你不是会用英文打招呼吗 Travis 你已经有英文名字了 哇 真好见你Travis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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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三口住的这个房间 陈设十分简单 却很整洁 让人印象最深的 就是从屋顶到墙面 再到门窗 全都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 层层叠叠 甚至能看出不同的年代感 地面也很特别 竟然是一层黑胶 它这个地是不平的 就是虽然我们自己弄过几次 但还是不平的 所以我们就把它垫上这个 但是垫上这个之后就是 它很脏 就是我们每天它也是这样 踏不出来 为了测试地面的平整性 设计师特意做了一个弹珠实验 五十颗弹珠从同一个地点抛下 共重复六次 可以明显看到 所有的弹珠都滚向一个位置 也就是地面的最低点 好 你转向灯 就像夜 也没有新鲜空气 主要是这个地方 我再带您看看其他方面吧 好的 先看一下这个 好 这个门挺破的 小心手 这个算是一个碗柜吧 因为没地方放 这个是厨房和菜灯里 就是特别小 橱柜对面就是厨房 只有1.5平米的面积 非常简陋 储物空间少 锅碗瓢盆 调料菜板 都摆在明页上 满满当当 这边算是一个客厅吧 这是我们公共的一个区域 再往里走就是客厅 陈设十分简单 全家人在这里吃饭 整个客厅里最吸引人眼球的 依然是各种各样的纸 这真是名副其实的 纸糊的家呀 这个就是 对 然后我们所有的环境都团 这个算是阳光多一些的 这是我公共和婆婆 因为她们身体不好 您慢点 您慢点 我先看一下东西 您 对 好黑啊 您看着清空在这儿 什么都没法看吧 看不起 她的 我光看到她的影 看不到她的鼻子眼睛 哦 少年的公婆身体都不是很好 大多数时候都要卧床休息 但是这间潮湿闷热的黑屋子 根本独立于她们身体的恢复 老两口最大的希望就是 新家中到处都能见到明亮的阳光 体贴的克里斯想给老两口关上门 却没料到 哦 哦 这个门坏 设计师克里斯无比尴尬 这座房子真是千窗百孔 本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五口支架 却没想到还有另一位家庭成员 我们看一下我妈妈的房间吧 进来看一下 就是反正一样都是没有阳光 哦 好黑啊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是吗 原来少岩爸爸在五年前得了癌症 短短的四个月之内就去世了 少岩妈妈承受不了这个打击 身体一下子垮了 少岩是独生女 孝顺的女儿女婿 就把老人接到了这里一起生活 但老人的内心是孤独寂寞的 可以说是心里最脆弱的人 少岩妈妈最近腰间盘突出的毛病特别严重 走路很困难 所以需要坐电动轮椅去洗手间 这个房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漏雨 虽然做过两次防水都不管用 无奈下雨的时候只能用塑料袋接着 此时塑料袋里还残留着之前的雨水 因此屋里非常的潮湿 临近中午了 Kris和Semi准备午饭 首先要在储藏室洗菜 别以为洗菜是件容易的事 不信您往下看 原来是下水管漏水了 现在好了 装上了 但是我估计一会儿还是得掉下来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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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修好了 我们中午饭也吃不上 Kris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总算把水管勉强安上了 洗完菜 想从狭小的储藏间里出来 也没那么简单 哇 Oh my god I can open the door Kris费了 Now we're locked in Oh my god 我们差点被锁里头 这个风一刮这个门 就直接换上 所以我也经常会遇到牛牛 然后就喊着我们儿子或者别人 而且他每次都得把门关上 要不然大家又过不去 真是进门荣业出门难啊 去厨房切菜 现在转换站场到厨房 由于空间有限 没有专门切菜的地方 只能把案板放在水池上 切菜切肉 生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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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水池上方有一个简易的植物架 非常容易磕到头 尴尬的设计师克里斯连忙收拾 撒了一地的黄豆让它很苦 心有余悸的设计师克里斯重返战场 几个菜小心翼翼还不能抬头 颈椎病都要犯了 是够挤的啊 这俩人干不了活 太挤了 少爷家用的是电子卤 本来火候就不好掌握 然而 少爷 又没电了 由于家里的电路老化严重 电器开多了就经常跳闸 在经历了水管漏水 被困储藏室 切菜磕到头 电磁炉跳闸等一系列困难之后 这顿饭终于做完了 少爷饭好了 好 那我去叫他们吃饭吧 吃饭 你慢点啊 每次吃饭 少爷都要挨着屋叫一遍 要是赶上下雨下雪 就更麻烦了 但是 就在去叫孩子吃饭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少爷打开门 发现祥祥并不在屋里 通过我们的监控发现 在五分钟前 祥祥自己离开了房间 来想想的 咱在了 这样孩子真丢了 那就麻烦了 想象不见的消息 没敢告诉三位老人 设计师夫妇也分头进行巡证 原来想象一个人在房间里待得无聊 跑出去骑滑板车了 总算是有惊无险 想象平时只能在卧室里玩 床上地上是他的乐园 但五岁的小男孩正是调皮的时候 根本待不住 玩腻了就想往外跑 由于三个房间是分开的 每当少爷在其他屋忙着 就顾不上照看想想 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一件事 他到处乱跑 骑这个滑板车や什么的 那出门就是电动车嘛 万一撞到了呢 我只要离开这个地儿 去干什么都特别揪心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才终于吃上了午饭 在您家这做顿饭可真不容易 这媳妇累死了这媳妇 整这一大家子 老公是家里的经济支柱 工作比较忙 常年在外出差 少爷就担负起了 照顾一家老小的重任 里里外外一把手 他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把三个房间打通 变成一个大家 这样他才能照顾身体不好的老人 同时看住年幼的孩子 累了一天的设计师Chris 打算洗个澡 美美地躺在床上 然而 原来在洗澡间的房顶上 有一颗黑色塑胶袋 人用水管子上水 等太阳好的时候 晒热水包才能洗澡 但是现在水包漏水 根本无法使用 每天早晚 全家人都是在水龙头上 轮流洗漱 洗澡的话 就只能去大众浴池了 今晚 祥祥将和爷爷奶奶住一屋 少爷和姥姥挤在一张床上 设计师夫妇 要睡在最靠近院门的这个房间 然而 这注定是一个不眠之夜 这个房间的隔音功能之差 简直超乎了设计师的想象 在你用卫生纸堵住耳朵 总算是迷迷呼呼睡着了 最终他们确定了一个屋中屋的概念 有点像在中国 小燕子在屋檐底下 就小燕子大窝嘛 它只需要一个屋檐 我们只保留这个屋里 和侧面的墙 一个支柱 然后我们在里头盖新的房子 在这个屋中屋里 他们要实现全方位 无死角的保温防潮 以及空气新风系统 从根本上 把这个摇摇欲坠 纸壶的家 变成一栋上百年屹立不倒的金库城堡 从情感角度 这个由三个小家庭 组成的一个大家 住在乡邻的三间屋子里 彼此缺乏沟通 设计师决定 要把这三间屋子打通 真正让三家人变成一家人 终于等到上交钥匙的这一天了 这也意味着 我们的免费装修马上开始 开始之前 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施工管家 我们的房子马上装修了 我会起家施工 公益标准来进行施工 要是交给我 我们尽管放心 太棒了 那以此同时 我们这一次免费装修的款项 将会放到其家钱包当中 给我们的施工管家 验收合格之后 才会最终的放款 绝对的安全 对 马上进到施工阶段 施工靠谱品关键 品质施工上其家 看看用的口碑 比比服务 选择更合适的施工 这次拆除工作 明明不同 工人们首先要干的 是不是撕纸 他们家比较好拆是吧 全是家的 最终撕下来的纸 足有十公斤 就在此时 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了 在成为建筑师之前 克里斯曾经是一名 卓越的木匠 他的特首能力极其 手里面竟然全是芦苇 这让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到十分惊讶 切拆工作全部完成后 老房子的真实面貌 展现在眼前 房顶从外部看 就是一层石灰和碎瓦 从内部看 房梁就是瓦下面 铺了一层芦苇草 而且承重的木头部分 已经断裂 尤其是之前姥姥住的房间 拆完顶后 就只剩下几根 孤零零的木头了 怪不得会漏雨呢 而且承重的柱子 也都腐蚀得非常严重 最下面全空了 犹如在足尖上舞蹈一般 这要不加 我真的要倒了 全是一包灰了 都跟灰面一样了 竟然连墙上掉落的碎砖 都掏出来了 可以想象情况有多糟糕 你得不是说装修房子 是你重盖一个房子 比重盖房子麻烦 现在的老房子 相当于只剩下一个空壳 设计师要在里面 用钢结构重建一个架 以此起到加固作用 也就是屋中屋的概念 为了彻底解决老房子的 房潮保温问题 设计师提出 光地面就要做九层 如果你那样做水泥的话 那个到时候防水层会裂 究竟是哪九层呢 随着施工进展 会为您逐步揭晓答案 就在设计师和施工方 讨论方案细节的同时 少言突然来到了施工现场 原来是设计师邀请他来的 主要是为了商用一个问题 之前少年家里用的是电磁炉 现在设计师想在新厨房中 换成新式的电陶炉 你的那个叫电磁炉 对 它电陶炉和电磁炉是不一样的 实在是没有接触 特别的好用 我少在 我们是很好用 但是唯一的就是 你需要这个锅是平底锅 少言非常犹豫 设计师三密决定 想一个办法打销他的故事 小西接到了来自设计师Chris 和三密的一个神秘任务 车开到了怀柔郊区 又开进了一个偏远的小村落 我们到了 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终于到达目的地 这究竟是哪里呢 Hi Grace Hello Hello How are you Hello Oh we are here No way Hi Hey buddy Good to see you Good to see you Wow Wow Hi 这是什么地方 Wow 好棒啊 感觉很异色啊 对 这是我们度假的小院 每周末我们都会来带孩子来这个 原来这是设计师Chris和三密在郊外的家 这个家里的一切都是夫妻俩自己设计改建的 早在六年前Chris和三密偶然间发现了这座离木田玉长城不远 成月牙形的小村落 欲一致看上了现在这间小院 但当时的院落荒废已久 十分破败 根本无法居住 德国人与生俱来的动手天赋在Chris身上大爆发 大部分工程他都亲力亲为 事无巨细 真正亲手建造了一座房子 五天城里两天乡下是Chris和三密遵循的五加二生活 无论平时工作有多忙 他们一定会在周末带着孩子来到这里亲近自然 临近中午Chris要考第一道的德国香肠粥的客人 厨房其实也比较有意义 而邵妍也有一个重要任务 其实这次邀请邵妍前来 三密是想让他亲身体验一下电桃炉 可以吗因为没有用过 这个口红他觉得你能掌握 这个不知道他能不能掌握 挺到最大的地方先 对于这种新鲜事物邵妍还是存在怀疑 最大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进入体验世界 我觉得这个还挺烦的 可以 我决定还是贴合他们一定这个 因为这个安全 香喷喷的烤肠上桌了 Sanny和邵妍共同用电桃炉做的菜也出锅了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 午餐开始呢 加油 耶 耶 院子里所有孩子的游乐设施 都是Chris自己动手做的 创意绝对令人惊掉下巴 好 虽然滑锁很高 但孩子们一点都不害怕 少爷非常惊讶 想想竟然有这个胆量 把一块大塑料布扑在草币上 浇上水就可以冲浪了 看似简单的沙盒 却是小朋友的最爱 连几位大朋友也玩得不一乐乎 就说 裤子要你的脸 不得不佩服Chris的脑洞啊 这里简直就是天然的儿童游乐场 少爷看到想想开心的笑脸 心中萌生了一个想法 设计师能不能帮我们也实现一下 就是家里面有更多孩子可以玩的东西 或者是区域啊 我想这次我们的设计 一定会带着很大的空间 可以游玩的地方 那么设计师Chris 将会在新家中 打造一个怎样的儿童游乐场呢 他们的创意会再次让我们惊叹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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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房子拆除后 保留了原先的两面墙体 而外侧的三面墙体 几乎不具备承重作用 因此也被拆掉 要在原纸上陈进 而为了使保留的原有墙体足够坚固 在外围都架了钢结构 房子中间的四根柱子也要进行加固 首先把朽掉的木头铲除 再用杀虫药水把里面的柱虫刹死 第三步用水泥进行修复 最后在柱子外围架钢结构 今天房子的四面墙都搭建完成 外观已建雏形 外观已建雏形 又来了 其实这几堵看似普通的墙 却并不简单 完全是按设计师Chris的德国标准来做的 因此Chris的审查也十分严格 接下来就是搭建屋顶 原先姥姥房的房顶被盖室干碗 钢板上开了一个天窗 然后搭一层钢筋吐丝网 最后用混音谷进行浇注 而正房房顶的所有瓦 都是工人一块一块重新盖上去的 为了防止雨水积在房顶 还特意做了一个出水槽 屋顶上的瓦还没完全搭建完 但天气预报称持续的大雨将至 大雨果然如期而至 担心工地情况的设计师Chris和Sammy 猫鱼赶来了 看到屋顶全部搭建完成 并且没有出现漏雨的现象 Chris和Sammy这才放心了 今天来到施工现场 我们发现从天上到地下 几乎整个屋子都被钢结构架了起来 共隔出了上下两层 以及大大小小九个空间 至此结构加固工作全部完成 这座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终于安全了 只见Chris威胁地安装各种工具 戴着安全帽、口罩和护目镜 亲自动手干了起来 由于在钢结构上打孔 是一件非常精细的工作 尺寸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误差 因此严谨的Chris决定自己完成 对感动的工人们依照他的严格要求 一起干得起来 不过,这个费质在钢结构上打孔 是做什么用的呢 一直忙到下午三点多才吃午饭 Chris和工人们一起吃大饼小凉菜 你会吃中国的饼小凉菜 对,我们每天都吃中国的饼小凉菜 真的吗? 你好,材料管家 我们需要一批保温材料 性价格比较高一点的 今天给我们推荐一下吗 这一天早上 工地上运来了400平米面积的保温板 一共555块 这一天早上 所有保温板从胡同口运到施工现场 用了将近一个小时 它们将全部被贴在新家的地面和墙上 可以说360度无死角 如今施工现场变成了一个蓝色的海洋 而为了彻底解决防潮保暖问题 设计师想的办法还不止这一个 地板现在在家庭生风中 越来越被广泛的应用 地板安装是一个很关键的步骤 我们现在去现场看一下 地板安装 如果扶你标准 地板扑设比较平整 没有明显的高低差 接份比较均匀 这样让地板比较美观 脚踩上比较舒服 欢迎回家 好,是幸福了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这个家到底能路能回 这事还得问问我们的施工管家 您的家已经延根按照 这家施工工具标准装修完毕 并验收合格 欢迎回家 谢谢谢谢 哇 快看看 拿到我们新家钥匙的同时 这一次免费装修的款项 将会从这家钱包当中正式放款 恭喜你们可以回家了 对 所以大家来看 我们这品质装修 还得选七家王 是不是 那现在回家吧 好 我们现在回家 走走 师兄阿姨 走回家 一进热门 家人就惊喜他发现了变化 这只要这么高了 原来少爷的房间入口紧挨着热门 非常不安全 已经这面墙重庆了 并刷上环保黑板机 变成了一整面的黑板墙 也成为了小朋友和大朋友们的图腰乐园 原先正在热门的过道尽头 有一个少年家自建的小杂物机 在取得业主全家人同意后 设计师拆除了这个拦路骨 又窄又破的扩道 变得宽敞通畅 哇 全都变压了 没有窗户了 这墙真漂亮 以前房子的主体都是木制的 由于年头已久非常破版 如今今期的砖墙整齐划一 一个漂亮的玻璃大门 把家汇聚在了一起 那么设计师承诺的 武士三厅一出一位 实现了吗 真好大变形啊 真好亮 这么亮 步入家门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时尚简约的客厅 原来的客厅光线昏暗 白天也得开灯 墙壁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纸 十分简陋 如今的客厅宽敞明亮整洁 沙发 茶几 电视柜 大书架 所有设施应应俱全 沙发还有一个独特的设计 把这个翻起来 靠垫放进去 以上脖子就会很舒服 不需要可以放下来 一举两得 这里还有个小阁楼 正对客厅有一个小阁楼 这是什么空间呢 爬上具有同序的梯子 一个慵懒舒适的书房呈现在眼前 两个懒人沙发 一张小书桌 明亮但不刺眼的灯光 一束花 几本书 一股清新的风扑面而来 待在这里放松惬意 穿过客厅 又一个空间出现在眼前 哇 太漂亮了 这餐厅厨房都有 在旧家中 做顿饭简直是一种煎熬 做完饭还得每屋子去叫 全家人就挤在客厅的小圆桌上吃饭 如今有了单独的厨房和餐厅区域 餐桌还可以拉出来 最多供十人同时旧菜 以前厨房只有1.5平米的面积 非常简陋 储物空间少 如今的厨房宽敞通透 屋顶天窗让整个空间非常明亮 所有设施因因俱全 具备了大量收纳空间 同时还设计了专门放置冰箱 和洗衣机的地方 这个就是那个 单密跟我说的那个电桃炉 还是挺漂亮的 那以后这个你也可以来了 万一我不在的时候 你也可以自己做点吃 贴心的设计师 特意安装了不带电的净水器 厨房里的水都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正对餐厅还有一个阁楼 这是专门为详项设计的儿童房 想象已经五岁多了 由于空间有限 一直没有和父母分开睡 如今它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 你喜欢吗 想象 我喜欢 全家人都喜欢的天窗 还有一个选机 是电动的 通过墙上的控制面板 可以直接开启或关闭天窗 方便食用 儿童房下方是为少颜夫妇设计的温鲜二人世界 双人床宽大舒适 豆沙色床品与沙发 以及墙上的挂钩相得一张 十分协调 一楼每个卧室都有两面大壁柜 具备了大量储物空间 存取物品十分方便 我们看看这个卧室怎么样 原来老两口住的房间黑暗潮湿 如今的房间明亮整洁 新家中所有的门窗 都是设计师特意挑选的德国品牌 玻璃是低辐射镀膜双钢化中空玻璃 而且全屋从天上到地下 全都贴了厚厚的保温防潮隔音板 根据噪声标准 噪声级为30至40分倍 是比较安静的正常环境 超过50分倍 又会影响睡眠和休息 为測試室内噪音级别 我们在每个房间都放了分贝仪 全部显示在40分倍以下 只要关闭门窗 绝对是一个最安静的环境 而在拍摄过程中 栏目组就已经被强大的隔音效果折服 这 这个肯定是你的房间 因为它有一个单人床 哇 这房间太好了 太漂亮 啊 这真的太棒了 以前姥姥住的房间漏雨严重 无奈下雨的时候只能用塑料袋接着 因此屋里非常潮湿 如今的房间干净而又温馨 能够通过改造房子而改变阿姨内心的抑郁 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和追求 姥姥房间的对面是卫生间 距离最近 这也是为腿脚不方便的她特意设计的 以前全家人只能去胡同里的公共厕所 尤其是姥姥还得坐轮椅 特别费劲 如今的卫生间实现了单湿分离功能 马桶方便老人使用 也有了现代化的淋浴设备 全家人终于不用再去公共浴室洗澡了 真好 谢谢 感谢暖暖的新家 给了我真的给了我们一个暖暖的新家 目前只看到了五十两厅一出一位 那么剩下的一厅在哪里呢 设计师要做的九层电源实现了吗 还有设计师Chris亲自在钢结构上打的孔 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随着设计师的到来 所有悬念将被一一一解开 赶到我们设计师的美大 因为泛然一心已经不能起头了 这个完全就是另外一个家 给了我们的新家生活 不光是改大房子 改大了我们的生活状态 我们的心里的太棒了 不过一进来我就有个疑惑了 那个Semi 所以你是在客厅下水漏吗 这个不是下水漏 这是什么东西 它的地理上 这个我们叫热交换新风系统 原来之前设计师Chris亲自在钢结构上打的孔 就是为了安装热交换新风系统的管道 而且新风系统遍布全屋各个角落 可以说是360度无死角 虽然刚刚装修完 但房间里没有异味 这也是得益于新风系统 我们在每个房间都用空气质量检测仪进行了测试 全部显示空气质量为优 以后无论春夏秋冬外面空气如何 全家人呼吸到的始终是最干净清新的空气 另外这个系统还有一个升级功能 就是热交换 会演的那个地方就是说 我们呼吸的这个能量呢 通过这个机器转换 如果在冬天的时候就很明显 比如我们的呼吸是在30度左右 室外可能是在5度 它通过这个机器交换的时候 又把你的这个能量给了机器 送进来的风有可能是在20度 对 所以它不会说直接进来一个冷的空气给你 所以你的屋子永远会保持一个 比较舒适的一个恒温状态 在这层看似普通的木地板下面 其实倒有玄机 共9层地面 最下面一层是50毫米的水泥找平层 第二层是油沾防水层 第三层是50毫米的保温板 在这层保温板里 铺设了全屋的水电线管道 第四层也是50毫米的保温板 在这层保温板里 铺设了地下新增系统管道 第五层是塑料薄膜 第六层是电地暖 第七层是50毫米的混凝土电层 第八层是2毫米的泡沫板 第九层是18毫米的木地板 厚度总共220毫米 也就是22公尺 所有的活动物 永远解决不了问题 全部解决了 你永远不会感到潮 不会感到疯 就在说旁前时 设计师Chris和Simi 来到了明城墙遗址公园里的一个画廊 他们来寻找好朋友布朗华来士帮忙 设计师从大大的黑皮包中拿出了一个黑夹子 里面装着大大小小十几张想象的绘画作品 原来是在无一的聊天中 设计师Chris和Simi从少爷口中得知想象非常喜欢画画 于是萌生了一个想法 我觉得这个画太有意思了 就是很多的色彩 而且我觉得每张画都很难取舍 所以我就想 那我为什么不在他的家里头给他办一个个展 布朗华来士是澳大利亚人 这个由三国参与的秘密画展 给了全家人一个大惊喜 是有一个长长的走道 我们就想把这个走道做成他的一个小的一个展览 三米跟我要的时候我就想 这个太阳这个则有什么用呢 我确实是挺欢迎的 然后就这个画这样表上去挂在墙上 而且我们家现在特别漂亮 然后就觉得这个画真的好棒 然后我就觉得想想没有白出风 有没有发现我们设计有一条很长的走道 这个走道是从这条到那边很长 这个不光是一个连接每个房间的一个作用 实际上这个工业也是给想想的 原来这就是设计师专门为想想设计的游乐场 也就是最后一个厅 在这里想想可以自由奔跑 可以骑小车 可以铺很长的画纸画画 也可以玩各种玩具 而且梯子不光是梯子 还可以工想象 做引体向上攀爬等各种运动 所以沿上也没放下来 对 所以他总要这样子是我的负责 你也放心吧 对 嗯 你放心吧 就是我终于可以 不用站那么赖 不给你感觉 特别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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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走在这里的每一条街道 我的心似乎从来都不能平静 除了发动机的轰鸣和电气之音 我似乎听到了他猪鼓般的心跳 我在这里欢笑 我在这里哭泣 我在这里画着夜载着死去 我震盘 我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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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古带